今天 回到這個議員這邊 今天早上節目的這個 鏡面公佈之後 有人打電話來跟我 扛一個老來賓說 文賈 不好意思 你為什麼對王世堅這麼好 旁邊都是美女 我每次來旁邊都做 做許智傑 快說每次做許智傑 我說 你還要講許智傑 我說 你跟許智傑說 你是怎麼樣 OK 好 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角度了 最近因为郭董到美国去访问 戴着这个中华民国国内帽子 进白宫 OK 戴有人就卡他一顿 说你在碰烘 事实上川普没有说支持你 等等 可是这个郭董在脸书上 做一个简单的发文 我快速把他的内容 跟云友做个简单分享 说我与好朋友川普 都将在明年争取 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川普告诉我 这是一个tough job 一个极富挑战的工作 中华民国第一次有预备参加 总统竞选的参选人 能够进入白宫 与现任美国总统直接对谈 这应该是一件美事 奇怪的是 台湾却有很多人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犯规了 他破坏了政客的游戏规则 台湾的政客游戏规则 就是要分颜色选边站 然后不论是非 只有意识形态 接着赢者全拿持续恶斗 在这场政客的游戏中 台湾已经错过了 在世界发光发热 为全民创造富裕 在生活的机会 整整虚耗了20年 那相关还提到说 这边还有一个 他提到说 事实上 这些号称郭台铭被打脸的人 他们真正想混淆的焦点是 为什么川普预先知道 我已经是国民党的总统 初选参选人后 仍然愿意邀我进入白宫会谈50分钟 说我是他的好朋友 我相信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因为郭台铭会创造价值 能维持和平 并能够真正的创造 多方的多赢 那在这里面有一段 他有把特定的媒体 稍微A了一下 他说郭台铭是一个经纪人 我们开大门走大路 脚踏实地 说到做到 郭台铭不受政客游戏规则的制约 维持和现在20到30岁年轻人喊话 过去台湾受到政客恶斗的毒害 所以对不起大家 我要用40年来创业 及克服困难的经济 让台湾摆脱光说不练的困境 要创造台湾在中美夹杀中的生存空间 进而左右逢源 改变受到挤压的经济发展环境 因为越来越限缩的未来 最后连安居乐业的小确性 可能都会破灭 讲10年20年后的事情 会真的太遥远吗 他说让政客不开心 不顾民进党反对 不顾先辈的反对 不顾蔡衍明董事长反对 OK 所以领事务还一张照片 不顾先辈的反对 2020 good timing 有没有一段话 他说更荒唐的是 竟然又有特定的媒体 说我是蓝板蔡英文 令人哭笑不得 这家特定媒体 不仅每天刻意攻击 还在我和韩国瑜市长之间 不停的见缝插针 制造裂痕 我认为这家特定媒体集团 就是韩市长看不起的 最大八的假韩粉 无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没有爱国心 不过此时我郭台铭 承受这家媒体攻击 就刚好认证给大家看 我郭台铭绝非舔共卖台的人 硬要扣我红帽子 在此我把这个帽子 就还给那个特定的人士了 世间兄怎么看 这个候选人 A来A去就算了 连背后的媒体 大家拖出来打一对 OK 你就观察了 我先说那几位稍微嫉妒我说 怎么野兽可以跟美女 那三位美女一起同台 其实我心里面是忐忑不安 因为他们三位不是一般普通美女 他们是财貌双全 是很强的 我坐在这边如坐针毡 我想没有人会去否定郭台铭 他个人有这个能力 他企业规模这么大 他竟然可以直通美国总统川普 这个我们全体台湾人心里面 都已经帮他立下一定的牌位 就是说大家认为这是台湾人的光荣 不过我认为郭台铭很多地方 还是太自我膨胀 第一点 比方说他最好 宇宙最强大的这支美国总统牌 他打得太快 打得太早 打得太早 所以我认为他利多出境 为什么呢 你看这支牌打了之后 第二点大家看 我们社会的反应是怎么样 这几天我们台湾整体的社会反应 我认为两个字 五感 第三点这证明了什么 证明我们台湾社会的伟大 台湾社会的伟大的可爱 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 台湾社会从来不是把金钱 放在终极目标 不是金钱万能 金钱第一 不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台湾你看我们不分老中青 我们台湾在各年龄层在百工百业 从体育艺术 美术音乐到各方面公务建筑什么 我们的人才的表现 人才技技 而且每一行每一业的人才 都是以他一生的职质 以他所学为终极目标 从来很少人说把金钱当成终极目标 所以这一点 我认为郭台铭光是一支去讲他企业多大多跨规模 这个中国美国都必须让他三分 我觉得这个讲到有某个程度这个叫自我膨胀 为什么呢 第四点 郭台铭确实见了川普 那白宫马上发出声明 就是说他谈的是他投资的事情 维持康辛州的事情 他马上就把他要选总统这些 他全部切割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都没提这个完全无关 因为最重要的 不论台湾哪一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 这是国家对国家 是政府对政府整体来谈 美国政府不是川普一个说的算 同样啊 台湾政府并不是说某一位总统参选人 即便他后来可能选上 也不是他个人说的算 这当中还要区隔说你的企业跟政府之间 跟国家之间的 这样是不是有什么厉害冲突 更何况国家的政策 不是候选人特定某个人 说了就算 所以这一次事情 我认为郭台铭排打得太急了 那至于选举的过程 当然都会有一些开始攻击摩擦 我一直认为国民党不是说那一天 所谓的吴王会 马英九办一个论坛 那个其实不叫论坛 那是神坛 你看 寒神 财神都去了 那那个神坛之后 表面上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五大巨头 所有都去 我认为那一天 他们每个人表情是 皮笑若不笑 我认为那一天 他们是各怀鬼胎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他们初选还是暗潮汹涌 果不其然 你看他们今天订这个 订这个 在我看 这当然虽然是国民党的家务士 在我看这又是卡汗 为什么呢 绕了半天 结论 那一样 你说费用 这个可以代缴 那就算了 你登记总要本人有签名 那变成是他主动的啊 还有尤其证件发表会 证件发表会 那非得本人不可啊 所以他们绕了半天 后来就是回到 韩国瑜不愿意 参选最大的顾忌 就是他不能表达 主动他的意愿嘛 那本来吴敦丁 还帮他设想好说 征兆你来初选 那既然征兆你来初选 就省去防文入节啦 也不用登记啦 甚至费用可以厚补嘛 就是循环在绕 也可以啊 国民党也不差那么一丁点钱 可见他们绕了半天 还是在卡汗 那这跟吴敦丁一个月前 吴敦丁一个月前 他态度很低调喔 他几乎就说你来啦 你来啦 来得好 你不用 是我们征兆你来的 这个态度不见了 为什么 差别在哪里 就是后来 财神宣布参选 那有了财神 现在有了郭台铭啊 吴敦丁想说 哇有更好的 吴敦丁他们现在 国民党的高层 我认为喔 他们既要选票 也要钞票啦 所以他们现在是 左勇韩神 右抱财神 就是 相打相纏啦 心肝乱纷纷 那现在当然 郭台铭看起来 不但有钞票 而且选票 他民调做起来 也相当有那么一回事 所以 吴敦丁跟他们 国民党高层 这些政治权贵们 现在就是想说 你韩国瑜好 他们就恢复原来的态度 是 你买来买 买你也要差不多 你要表达你的主动意愿 那这一点是 韩国瑜最忌讳的 所以搞了半天 走了一两个月下来 还是在卡韩 难怪这些韩粉 这么尖锐 这么火大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 韩粉还是要加油 只要韩神不死 韩粉就不止 OK 这个世间秀 不愧是韩国瑜的好朋友 韩日常好朋友 OK 这什么事 你我做了 你还没有操作 我也不要 在卡卡卡 帅行 ط程度 但是 说 在卡卡卡卡 将是 我 云 还 沒 就是 我